一座简陋的仅能容身的古墓里,居然出土了数十件宫廷物件,且个个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宝。 墓主人是何身份?如果他是皇室成员,他的墓葬规格为何会如此寒酸? 如果墓主是贫民,其中又为何会有宫廷珍宝? 得知墓主人身份后,专家为何都对其获奇不已? 定个关注,咱们接着往下看。 故事还要从五十年前说起,那时还不是繁华都市的北京幼安门,只是一个仅有几十户人口的小村子。 因为老农放后无事,翻自家院子后面的土石突然挖出了不少的白灰,这样老农奇怪不已,地下怎么会有白灰呢? 借着好奇,老农继续往下挖了挖,没一会儿,锄头就碰到了一块坚硬的东西,大片的青砖在泥土里若隐若现,这难道是挖到古墓了? 这个想法一冒出来,老农就慌了神,一刻都不敢耽误的,将此时上报给了有关部门。 接到消息,考古人员很快就赶到了现场,经过初步勘探,他们判定这确实是一座砖石墓,建造时期是明代。 随后的系统测量,让考古人员发现,这座古墓的规格并不算大,整座墓室长两米八,宽度仅有一米七,再加上古墓的外部看起来比较简陋。 考古人员认为,这应该是明代的民间墓葬,墓主人应该是一个老百姓,虽然其中没有太大的历史价值,但是因为墓室已经被破坏,考古人员还是决定对墓室进行抢救性发掘。 谁都没有想到,刚打开墓室,里面闪闪发光的金器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,这个看起来如此简陋的古墓里,居然还有这么多价值连城的陪葬品。 细细清理之后,考古人员发现,古墓中共有十八件金器,先不说这些金器的价值有多高,单单是其重量就达到了十公斤,然而这还不是最珍贵的。 众多陪葬品中,最精美的还是摆在墓主人胸口的玉碑,尽管墓主人的四周摆满了价值连城的金器,这只玉碑依旧脱颖而出,摆在这个位置,也证明了玉碑一定是墓主人生前最心爱之物。 经过鉴定,这只玉碑居然是由整块合天仰纸玉雕刻而成,不但没有任何凭借痕迹和瑕疵,上面还有两条活灵活现的痴虎,痴的前脚趴在碑岩上,脚和尾巴则紧紧地抵住碑壁,看起来就像是使劲想跳进碑子里一样。 那么玉碑上的痴代表着什么呢?我们都知道,龙生九子各有不同,传说痴就是龙的九个儿子之一,痴的外形跟龙差不多,只不过它头上没有脚,传说痴虽生性好斗,但已有镇宰避邪之用,所以古代很多建筑上都会有它的形象。 不过玉碑上的这两条痴,跟古代建筑上的痴有所不同,因为这对痴的额头上刻着一个王字,这里面可是大有讲究,这种痴被称为痴虎,它是龙和虎形象的结合体,象征着王权。 据说秦世皇的传国玉玺的印钮上就是一条痴虎,从这里就能看出来,这个玉碑堪称绝世精品,必定是出自于宫廷皇室专家,难不成这个简陋的墓室里埋葬的是黄金国戚? 这个想法刚冒出,考古专家就立刻否定了,因为在古代,王侯将相以及百姓的墓葬规格都有着严格的规定,如果修建的大墓不符合自己的身份,那就是寄约,严重的甚至会杀头掉脑袋。 眼前这个简陋的墓葬让专家们犯了难,要说以往发掘的王侯墓,虽然其中的陪葬品有多有少,但是他们的墓葬规格都比寻常人大得多,不但有墓道, 墓门,还有尔室,但是眼前的这座墓葬,不但技能容身,长宽,甚至不如现代的席梦思大,这样简陋的墓室别说是王侯墓了,就连一般富人墓的标准都达不到,而且矛盾的是,墓中的陪葬品各个都是价值连城, 出自宫廷的珍宝,这根本不是一般老百姓能拥有的,这样匪所思的情况,让专家也是一时间难以解释。 为了揭开其中的秘密,考古人员决定从陪葬品上找线索,看看其中有没有记载墓主人身份的信息。 遗憾的是,陪葬品上没有任何关于墓主人的信息,看来想要揭开墓主人身份之谜,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墓志明。 为了找到墓志明,在场的专家将本就不大的墓室翻了个底朝天,最后他们终于在棺材的泥土里挖出了他们寻找已久的墓志明。 经过仔细辨认,墓志明上的文字,专家发现这座墓的主人是一个名为万贵的山东人。 根据这个线索,专家开始查阅史料,很快他们就找到了墓主人的资料。 原来万贵之所以葬身于这样一个简陋的墓室里,身边具有精气陪葬,居然跟明朝一段传奇的宫廷爱情有关。 万贵这个人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人物,此人的前半生不但默默无闻,还非常的倒霉,参加科举考试多年都没有什么好成绩,后来还是靠家里花钱找路子,才在楚城县衙里谋得一个县利的官职。 还没干两年,万贵的爹妈老婆基林先后病死,家里只剩下一个刚断奶的女儿,跟她相依为命。 两年之后,万贵因为卷进了一场贪污案,被判永远流放边疆,当时流放的犯人是不能带着家属一起的。 万般无奈之下,万贵只能把还年幼的女儿,万真儿,迈进皇宫为奴。 毕竟宫里虽然苦,但已有吃有喝,起码不会饿死。 按理说,流放之后,万贵这辈子基本已经看到结局,那就是在边疆老死。 然而人生如戏,谁也没想到,二十年后,万贵巨人还能闲鱼翻身,重新加官进局。 然而这一切,都离不开她那个可怜的女儿,万真儿。 万真儿自四岁进宫后,干的都是扫地倒马桶一类的脏活累活,一干就干了十五年。 因为出身低贱,长相频频,万真儿在宫里并不受待见。 十九岁那年,万真被派去做了一件大家都不愿做的事,那就是到太子身边伺候太子。 按理说,这应该是一件好事,在太子身边伺候是多少人都求不来的肥差,为什么会没有人做呢? 这就不得不提到著名的土木堡之变。 公元1449年,明英宗朱启镇在大太监王振的教唆下,带几十万大军御驾亲征,讨伐蒙古瓦剌部。 谁曾想,他们在土木堡中了瓦剌骑兵的埋伏,几十万人被打得溃不成军,就连皇帝本人都当了俘虏。 万真儿要服侍的太子就是朱启镇的儿子,刚刚两岁的朱建深。 老子都当俘虏了,这个太子自然没有什么好日子过。 果然没过多久,朝中大臣就推起朱启镇的弟弟朱启玉,当上了新皇帝。 皇帝都换了,太子自然也被换了。 年幼的朱建深不但被废掉了太子之位,还被赶出了皇宫,软禁了起来。 之前的伺候太子的那些太监和宫女,也是树倒活存散。 纷纷找机会跳槽,离开了这个被废的太子。 至少万真儿,这个不受殆尽的宫女,还陪在这个太子的身边,不离不弃的照顾了她整整八年。 像亲妈一样照顾着前太子,陪朱建深一天天长大。 按照常理来说,万真儿很可能就和这个废太子相依为命,过完这辈子了。 然而,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。 公元1457年,在蒙古当了八年俘虏,差不多已经被大家遗忘的前皇帝朱启镇,居然还发动宫廷,又重新夺回了皇位。 父亲重得皇位,儿子朱建深的苦日子自然也熬到了头了,他又重新当回了太子。 多年来,跟着太子患难与共的万真也熬出了头。 公元1464年,朱启镇驾崩,18岁的太子继承皇位,也就是历史上的成化皇帝。 他登基之后,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娶了万真儿。 一夜之间,已经35岁的万真儿,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,成了高高在上的皇贵妃。 不仅如此,年轻的成化皇帝不但把后宫的众多家里都晾在一边,只专情于陪自己长大的万真儿,到死都未曾变心。 这也成为了明朝历史上的一大传奇。 女儿成了皇贵妃,亲爹万贵也就跟着赞光了。 被流放边疆多年的万贵很快就被赦灭,不但回到了京城,还当上了锦衣卫指挥使。 回到京城的万贵,重新娶妻生子,生了个儿子,叫万通。 这个万通可是一个顽固子弟,从小就不学好,仗着自己的背景。 在京城里,欺男罢女,无恶不作。 万真儿和朱建森还在世的时候,那是没人敢管。 然而姐姐姐夫死后,这个万通居然依旧我心我素,不知收敛。 很快,万通就因为杀人,被新皇帝逮捕入狱。 新账旧账一起算,万通被砍了脑袋。 当地的万贵也受牵连,被消去的一切官职和爵位。 故事讲到这里,也就真相大白了。 万贵的坟墓之所以如此寒酸,具有精气培葬。 是因为她死之前,已经没有了官位、爵位,跟普通百姓一样了。 她的坟墓,自然也是老百姓的标准。 可是万贵的女儿,毕竟也是皇贵妃,家中自然有宫廷珍宝随葬。 这才有了让专家一度不解的幼安门古墓。 好了,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了。 别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